三国演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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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书记载有意 他投奔刘瑶以后 却没有受到重拥 真真是明珠一尘 有人向刘瑶 举荐过他 说他有大将之才 可是刘瑶的回答 却很奇葩 我若用紫衣 许子将不得笑我邪 如果我拜太史词为将军 这个许绍一定会笑话我的 想想就觉得不可思议 为什么怕许绍笑话呢 原来这个许绍是东汉名士 搞了个月旦平 哪个人一经许绍点平 身价立马被增 比如当初曹操年轻时 就被了厚礼请求许绍品评他 许绍对他的评价 就是君卿平之奸贼 乱世之英雄 这话到了三国志就变位了 成了子智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 我们所熟悉的还是后一句话 可能正是因为太史词 没有得到许绍的点评 或评价不佳的缘故吧 所以才使的刘瑶 不敢重用他 那么这个太史词 究竟有没有才华呢 三国志的记载 诗读语一起足欲 册从其十三 皆寒当 宋谦 黄盖被也 此便前斗 正与策对 策刺此马 而得此向上手几 此一得策都谋 当时刘瑶没有重用他 而是让其作侦察兵 只带了一个随从 可以说是孤军犯血 正好这时遇到了江东小霸王孙策 再看看孙策的周围 竟是寒当 宋谦 黄盖这一流的人物 且有十三人之多 可是太史词 也不怯战 而是与他大战起来 你夺了他的武器 他摘了你的头 优优独播放 东小霸王孙策 早稳 积灵独播放 满 肥 浪 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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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